大家好 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飛斯外申官員 今天繼續公布最新的新冠疫情數據 省內新增110宗確診病例 累計1066人確診 目前有1394宗活躍個案 其中76人需要住院 包括17人在深切治療暴留醫 另外有3139人 因為曾暴露於已知個案 而正受公共衛生監察 省內今天再有1人疫亡 累計人數增加至245宗 而至今有8398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今天沒有新的醫療女設施爆發疫情 目前存有活躍個案的醫護設施 仍然有17間 省內也持續出現 暴露於病毒的事件 省實際衛生官亨利今天提及 累計的確診個案已經突破1萬 這是一個提醒大家抗疫的數字 而未來的週末就是感恩節的長週末 所以他呼籲民眾在慶祝的時候 採取安全的抗疫措施 例如限制感恩節晚餐聚會的參與人數 以及以最低風險的方式和親友聯繫等 另一方面 溫哥華園岸衛生局和非沙衛生局 近日都有在各自的管轄區內 增設檢疫樣本收集中心 溫哥華園岸衛生局 在北溫諾Av.255增設的中心 今天正式投入服務 服務時間為朝早8點至晚上7點 而非沙衛生局也在過去一個星期 在蘭里和蘇里分別增設了一個檢疫樣本收集中心 設施分別位於Langley Bypass的20901號和66階的14577號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亞省的確診人數增加至19718人 安省就增至56742人 灰省增加至82992人 全國的確診總和達175559宗 疫苗人數方面 亞省至今有283人死於疫症 安省至今有2992人 灰省有5915人 全國的疫苗人數大9557人 上屆悲斯省府在本年2月宣布 興建新大橋來取代年雨80的柏兔洛橋計劃 而新橋的項目目前正在進行 預計會在2023年通車 但在明明新橋的議題上就引起了爭議 鑑於柏兔洛橋是取名於 悲斯省第22任省長柏兔洛 他在2030年代的戰爭時期 被指是一名反移民和反亞裔的省長 更有紀錄顯示他曾經主張阻止更多的華裔入伍 拒絕被他們享有其他加拿大人享有的權利 所以有二戰華裔嘉軍退伍軍人組織 希望新橋可以以一個更貼切 現今社會的名字投入服務 嘉華海洛空退伍軍人會主席韻慶忠表示 一條新橋代表一個新的開始 所以適合有新的名 其 rozum的生命中間 也有了認為那些聲音 有受屬於人類竟然 phrase 卓能聽力中心由李智蓮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現在的助天氣還有超級優惠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d Sound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新民主黨黨領 被市省長賀錦今天作出新的承諾 如果當選的話 將會撥款90億 專門用於基礎設施建設 每年預計創造1.8萬個工作崗位 其中將會投入15億 完成數理、難理、細博線延伸計劃 賀錦說 投資公共交通和道路建設 不僅可以有效舒緩交通倒塞 減少通勤時間 還可以降低碳排放 同時創造高質量的就業崗位 賀錦說 將會將數理、難理延伸建設 列為省基建投資項目開出綠燈 通過增加15億的投資 確保剩餘的計劃迅速進行 也因為這樣 散負將會敦促聯邦和市政當局聯合落實款項 數理、難理、延線計劃全長16公里 總供庫資達到31.2億 一直通至難理市中心的203屆 第一階段的公眾諮詢已經在2019年完成 由於當時未獲得上兩級政府額外撥款 預算有限 在總共16.3億的資金前提下 第一段暫定只會興建首7公里 一旦獲得省和聯邦政府批准 這四個站有望在2022年前動工 四年內投入服務 被視自由黨黨令韋琴遜今天宣布 如果當選的話 將會取消現行2%的小型商業稅 並且會為全省超過1萬9千間旅遊、酒店業 提供貸款擔保 出眾經濟復甦 韋琴遜今天早上在拜訪南三角洲選區 一家服裝店時表示 降低稅務負擔可以方便僱主進行融資 並且僱用更多員工 他說 雖然自小型商業稅實施以來 可以為政府帶來2.2億的稅收收入 不過自由黨政府願意放棄這筆財源 幫助本省中小企業度過難關 韋琴遜說 政府的減稅措施 是激勵每個中小企業業主 擺脫經濟困境的第一步 中小企業佔了BAC經濟規模的98% 在全省擁有超過100萬名員工 是重要的經濟支柱 在疫情期間 他們給任何時候都需要政府的援助 另外韋琴遜也宣佈 當選之後會為企業業主提供貸款擔保 會受到新冠病毒帶流行 受當其衝的旅遊業和酒店業紙困 他說 太多相關行業可能沒辦法捱過這個冬天 在聖誕節前會宣告破產 自由黨上個月也曾經承諾 上台之後會停收省消費稅一年 第二年就會將由7%的稅率減到3% 希望借此鼓勵省民消費助長經濟重啟 有幫地產物業管理公司有十多年專業經驗 一條龍服務幫你找到好租客 還提供買賣住宅及商鋪服務 令你安心又放心 列治民分店新開幕 歡迎查詢604723-9991 位於不運的克里夫蘭水壩閘門早前意外開啟 造成下游卡比蘭奴河水位瞬間暴漲 意外造成兩人被捲入水中後喪命 大溫哥華都會局專員多布羅旭爾尼 在一份聲明中說 雖然審查還繼續 不過都會局現在可以確定 水壩閘門意外開啟最明顯的因素 是與水壩洩洪閘門控制系統程式有關的人為失誤 他說大溫哥華都會局將會為錯誤負責 並且致力確保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相關地區將會考慮增加公共預警系統 並且增加對水壩下游的監控 都會局也會聘請專家顧問 評估實踐程式 並且提供獨立的意見 加強維護系統 以下是幾段簡訊 新世民事警街頭醉案組 在一家文宅檢獲大量毒品 事件中一人已經被捕 測獲的毒品總市值大概是100萬 包括12公斤的可卡因 10公斤的冰毒 警方也找到一個將有27萬現金的手提箱 各種販毒設備等等 蘇利王家騎警認滿地可警方要求 逮捕男子巴特斯特 他涉嫌對一名25歲的女子進行性虐待 他身上也包括反運人口 拉皮條等多項指控 警方相信加拿大其他城市還有其他受害者 警方呼籲潛在受害者挺身而出 致電滿地可滅罪熱線 514-393-1133 港版安省新冠肺炎病毒確診病例是797宗 創了新高 真是聽見到驚 加上開始入流感季節 大家更加不敢大意說不打流感針 但想去打流感針不是說想去就有得打 由於流感疫苗今年的需求因切 去疑科診所和小朋友預約打流感針 還算順利 但成人要預約 就要去到月底才有得打 至於去Sopost Drug Mark預約 就要上網查查究竟那裏還會不會有疫苗 住在Richmond Hill的一個居民 昨天打電話去疑科診所 和家裏的七歲弟弟約打流感針 很快就約好下星期五 但當我打電話給自己是家庭醫生 想為自己約一個時間打流感針的時候 診所裏面的接待員就告訴他 最少等兩個星期之後才可以有疫苗 因為現在診所裏面所有疫苗都已經用了 要到月底才會有課 起碼要等兩個星期 五三零的記者打電話去士加坡 Sorbit和Kennedy一家Sopost 查詢 對方說 我們藥房所有的疫苗都已經被人預訂了 你想約下星期或者更遲一些時間都沒有用 因為根本沒有疫苗 這位職員還提醒記者 大家可以上去Sopost的主頁上 去看看哪一家分店還有疫苗 記者上網發現 Richmond Hill北部地區有四家分店 但只有一家還有疫苗可以預約 士加坡一家Sopost的負責人 兼著制師Victor說 這個星期預約流感疫苗的人很濟勇 有些人其實已經在夏天問定 疫苗什麼時候會來 他說我們藥房附近的醫生還打電話給我們 他們說今年他們不會在診所打流感針 如果有病人要打針的話 他們就會轉介來我們藥房 我們去年一共和六百多人打了流感針 安省醫學會說 今年百分之五十五的流感針是會由醫生提供 百分之三十就會由藥房提供 百分之五就由企業的僱主向員工提供 加拿大公共衛生局今年說 他們已經訂購了超過一千三百萬劑的流感疫苗 上季他們只是訂一千一百二十萬劑 在所有的疫苗裡面 百分之十是高劑量的流感疫苗 數量比上季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這些疫苗專門給65歲或以上的成年人接種 這些人無論是因為流感還是新冠肺炎 他們的住院和死亡率都是最高的 這個週末原本是加拿大人慶祝感恩節的時間 但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 大型聚會已經被禁止 傳染病專家明確地說 如果不住同一屋簾下就不要相聚了 就是說就算是同一個家庭的成員 如果不住在同一家屋裡面 都不要一起搞聚會 雖然有些殘忍 但為了生命安全 都是等疫情好轉之後再聚 因為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 多倫多有44%的新增確診病例 來自餐館、酒吧和娛樂場所 多倫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流行病專家說 如果在公園裡面 和那些不是住在一起的人會面 應該時刻保持社交距離 以及不要分享食物 他也反對在餐館裡面 共進感恩節晚餐 他還說那些住在校園裡面的學生 最好不要在本週末探訪家人 因為學校現在已經成為了爆疫熱點 另外如果家在外地 還有可能會將病毒傳播到其他地區 多倫多首席醫療官 德維拉醫生 本週三在新聞會上強調 今年只是和那些住在一起的人 共度感恩節 如果你一個人住 最佳方式是通過視頻和其他人互動 因爲情況就是如此嚴重 混國華明天10月9日星期五的天氣預告 月差全日會有雨 雨量達15至25毫米 近喬治亞許核會大風 溫度最高有16度 晚上有雨 溫度最低只有12度 再看看香港新聞 美國國務院上月30日宣布 將香港人納入難民接收特殊分配項目 但是昨天 美國國務院就抽籤移民發出了新的申請通告 列明中國、加拿大、巴西 這些過去五年有超過5萬人移民美國的國家 他們的國民是不可以申請參加美國抽籤移民 而香港今年因爲被列入中國裏面 所以亦都不可以參加 但是澳門和台灣的人 就仍然符合參加抽籤的資格 香港在1994年開始 第一次參加美國的抽籤移民 回歸之後 香港人仍然可以參加這一種移民方法 那個是因爲美國國務院 當時將中國、內地和香港分開看待 吃掉前男友 其實我覺得不同女生對這個名字有不同的解讀 我自己就覺得吃掉是一種消化 對於前男友是一個過程 它可以令你有不同的味道 甜酸苦辣 還有我們去參與這個節目 其實每個人要寫一個金句 我的金句就是 就是Learn from the past Create the future 你有很多東西其實你是學習 你是一個向前度學習的一件事 有很多東西都是一些經歷 和回憶 它就是會帶給你不同的味道 當你去煮食 當你去跟它溝通的時候 你會發現了 其實你在你的前度身上 就是經歷了什麼 和令你反省了什麼 本身我喜歡煮食 但多不多呢 其實應該不多 我覺得 但是我挺享受煮食 我覺得它是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我們有一天是要 做一個清蒸雞翼給Mac 給林欣豪 那就在烹飪上 有得著 而在其他方面也很有得著 就是因為我們要 跟不同的嘉賓去交流 我們要去訪問他們 包括他們的前輩 然後他們很願意去分享 所以就變成在不同人身上 其實吸收到很多東西 例如說 張惠儀前輩 在她的身上 是看到一種呂強人的感覺 你會感受到 她也有她脆弱的一面 但是你感覺到 在她身上最學到的那一件事就是 她就算迷失的時候 她也很努力地去追尋 以及向前走 姐姐會拍得多一些 或者幾次 其實我們的次數差不多 差不多 即是一隻手指數得好 一隻手指 一隻手 大家都是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即是五次內 應該這麼多 我經歷三四次 是 我覺得其實關於我們家庭觀念 因為我們的父母非常嚴謹 其實對於我們摘毆 而他們也比較傳統 所以他們就會很在意我們 跟什麼人一起拍拖 還有就從小到大灌輸 我們女生要懂得保護自己 都是媽媽很擔心的說話 令到我們其實很強 有很強的儀式 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要珍惜每一個 跟我們一起相處的人 而且我們不會亂來 我跟Gigi都是比較 都挺頗幸運的 可能到現在的前導們 都是很 依然是很好的朋友 即是 都是 很正確的 是的 所以就變成我們那些 就好像很 他們很多故事性 很大的plot 起別 很傷心 或者的東西的時候 可能就會想聽別人的故事多一些 其實 以前就更加嚮往那種 可能是童話式的那種愛情 所以我去到現在 我依然相信 最後一定會遇到那個人 我也會想有那樣東西 但是現階段的自己 真的擺放自己大很多 會覺得自己很多東西 因為裡面有一句單身金句 其實我們分別每個主持 裡面呢 你那句是 CREATE Learn from the past CREATE the future 我那句其實都是一個英文句 裡面的意思其實都是說 你要找到你自己 你才會找到你適合的人 因為自己要很清楚自己想怎樣 要先搞定自己 如果你是一個很差的狀態 遇到一個很好的人 其實你給不到幸福 即是你們互相 那個 chemistry 可能未必會很好 所以就自己反而是急著 很多東西 我自己都未滿意 自己覺得要進步先做好 這一部分已經很忙 但是暫時也沒有遇到一個正確的人 暫時 所以自己單身的日子裡面 其實都過得舒服的 有些機會給你們 未必可能兩個一起做到 是啊 然後你們就娶了 你們會怎麼辦呢 當然是做了那件事 做好了 你會讓給姐姐 還是姐姐讓給妹妹呢 如果機會只有一個 就要看那個人選誰 不是你們兩個 你們傾了誰去的 我覺得 那個人選誰就選誰 我們自己都會 但是是良性那種 始終我們也有經歷過一部電影 同時間找了我們兩個 我們就兩個照樣去 如果選了他 我會替他開心 選了我 是不是選了他 可能比其他人好 選了他 我也會很開心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再會